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六百一十四集 想到纪正廷 不免又想到 他昨天去医院到底是怎么了 而且昨天走的时候 还信誓旦旦地说 让自己给他准备洗漱用品 可昨天晚上 却又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应讯 这人 还是和以前一样 永远都让人捉摸不透 妈咪啊 干嘛不是说过 妈咪可以去把门那里上班吗 小包子突然又冒出一句 宋清晨一愣 像是想到了什么 上次新月说 除了纪正廷那边 他怕是不可能找到工作了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难道 他迟迟找不好工作 跟纪正廷有关 肯定是 不然新月怎么可能说那样的话 宋清晨一气之下 直接拿起手机 给纪正廷打了电话过去 如果这件事真的跟他有关的话 他一定会 什么事 宋清晨还没有想完 电话已经被接了起来 以至于 他刚刚怎么打算的 结果都给弄忘了 说话 宋清晨猝眉 他又没有耽误很久 看样子 他今天心情不太好 我工作的事情 是不是你捣的鬼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来公司上班 孩子我派人照顾 二 你去哪儿工作我不管 但是孩子必须由我来照顾 你照顾 你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吗 你知道他平时几点起床 下午几点午睡 又睡多长时间吗 你知道每天需要做什么 学什么 吃什么 你知道他洗澡 用的什么香味的沐浴露 刷牙用的什么口味的牙膏 晚上要听哪些故事 才能入睡 几点睡吗 宋清晨一口气问了很多 每一句话都咄咄逼人 他凭什么动不动 就要把孩子接过去照顾 凭什么可以不考虑 他的感受 不征求他的意思 电话那边 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 那种安静 让人莫名地觉得不安 宋清晨握着电话的手 不自觉地紧了紧 摸不透纪正廷 到底在想什么 可纪正廷这样沉默不语 又让他觉得好生气 宋清晨这样开口说话的时候 他的声音 现已不从电话里传了过来 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 选一还是选二 纪正廷 你这样太过分了 我知道 但是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不会允许你把我儿子 交给任何人照顾 一分一秒都不行 宋清晨又气又闹 又觉得可笑 纪正廷 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这个很可笑吗 三年了 你知道你儿子经过多少人的手照顾吗 我告诉你 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电话里又陷入了一阵沉寂 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分担一些工作上的事 再开口 纪正廷的声音低沉 不像是开玩笑或者强制性的那种态度 宋清晨微证 分担 真的是从他这个有能力 实力超级好的人口中说出来的吗 可是 他怎么觉得 有那么点不对劲呢 纪正廷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或者下周再说吧 纪正廷的声音又传来 似乎还带着一丝圈态 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可是 宋清晨 你为什么到这种时候还想着人家 你不是应该好好想想你自己吗 宋清晨刚想开口的时候 电话里突然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 像是在跟纪正廷说话 那声音还挺好听的 有点像是应血儿的 没有其他事的话 先这样了 纪正廷的声音再次传来 宋清晨将电话拿下来 要直接挂断 突然 一只小手更快地伸了过来 一把就抓走了他手里的电话 爸比 我好想你哦 我已经快两天没有看见爸比了 小包子抢过电话 就对着电话上喊了过去 宋清晨想阻止都阻止不了 只能瞪着他 爸爸也想你 许是听到了孩子的声音 纪正廷的语气都跟着柔和了几度 宋清晨在一旁听着 真的是有点不爽 凭什么跟孩子说话 就是温温柔柔的 跟他说话就是冷冰冰的 不然的话 就是霸道强势的 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和妈咪啊 今晚会来吗 我和妈咪一天都没有吃东西 宋清晨又是瞪他 明明中午还吃了面条的好吗 他就是这样把你养大的 妈咪说这样可以省钱 小包子知道 这句话说出来要遭殃 所以就现一步跑开了 晚上想吃什么 火锅 不行 小孩子不能总吃那些东西 我没有总是吃 我两年八个月二十二天 才吃过一次 除了火锅 你现在还有两个小时 可以想一下晚上吃什么 爸爸现在有工作 把鼻的意思是说 我两个半小时之后 就可以看到把鼻了是吗 小包子已经开心的要飞起来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是这样 把鼻万岁 宋清晨看着小包子那兴奋的劲儿 气也气不得 骂也骂不得 不过刚才 他明明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而且 就是那个应雪儿的声音 季正天又怎么会 在自己女朋友面前 跟小包子这样说话呢 不可能是他听错了呀 女人是很敏感的 特别是对自己在意的人 身边的女人 更加敏感 有时候一个眼神 一个声音 都能很轻易地就记住 这不是刻意想去记得 而是莫名其妙地 就记住了 另一边 季正廷看向她 那眼神似乎在问 你怎么知道 别这么看着我 我就是听说的 那是 我就是听说的 对待的 我就是听说的 感谢观看